小朋友水明老師今天變成熊熊囉 因為今天要來講一本熊熊的故事 也就是這一本山之熊的故事喔 它呢是古朋友 還有圖呢是 欸這個我不會念耶糟糕 怎麼那麼搞笑 翻譯是林真美的這一本 很好看山之熊的書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山之熊 熊爸爸熊媽媽和小熊 住在森林中的一間房子裡 身材高大的熊爸爸個性溫和 身材中等的熊媽媽很會做菜 身材小小的小熊是個愛殺娇的男孩 有沒有看到嗎 做飯的媽媽 個性溫和的爸爸 還有這一隻小熊 這一天呢熊媽媽做好了南瓜湯 三隻熊便按照慣例 他們要出門去散步 散步過後 吃的飯最香了 這是熊爸爸的口頭禪 他們並沒有關緊門窗 因為熊向來是不鎖門的喔 喔 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要出去散步囉 有一個小女孩 沿著森林的小路走了過來 她要幫媽媽在一些 焗烤料理要用的蘑菇 為了尋找好吃的蘑菇 她越走越遠 越走越遠 這時她不僅肚子餓了 也想找個地方休息休息 啊 那裡有一間房子耶 小女孩就走走走走走走 來到了這棟房子 咦 這是誰的家咧 往裡面一看 桌上有三碗熱騰騰的湯 一個大碗 一個中碗 還有一個小碗 哇 好香喔 小女孩就這樣進到了鬍子裡面 小女孩拿起了大碗 喝了一口 啊 好燙 太燙了啦 接著她拿起中碗 喝了一口 喔 還是太燙了 然後她拿起小碗 喝了一口 嗯 這一碗剛剛好 而且這湯好好喝喔 小女孩把湯喝光光了 房間裡面有三張搖椅 一張大搖椅 一張中搖椅 還有一張小搖椅 搖椅是用木頭做的 看起來很舒服的樣子喔 小女孩坐到大搖椅 小女孩坐到大搖椅上 好像國王的椅子喔 但對我來說好像太大了 接著她坐到中搖椅上 嗯 有點硬耶 然後她坐到小搖椅上 嗯 坐起來好舒服啊 小女孩高興地搖啊搖搖啊搖 搖啊搖 就這樣 砰 噢 椅子壞掉了 接著小女孩走到隔壁的房間 隔壁的房間放了三張床 一張大床 一張中床 一張小床 而且床上還鋪好了剛洗好的床單喔 小女孩又走過來 她鑽進大床 嗯 床太大了 躺在上面好孤單啊 接著她又鑽進了中床 嗯 太軟了睡不著啊 然後她又鑽進了小床 嗯 對我而言這個剛剛好呢 啊 好舒服啊 小女孩一閉上眼睛 然後她就睡著了 這個時候熊爸爸 熊媽媽還有小熊回來了 我的肚子好餓喔 我爸的肚子也好餓 吃飯囉 他們開心的散步怎麼樣啊 要回家喝媽媽煮的那個什麼 南瓜湯囉 但是一進到家裡 山之熊看到餐桌上的湯 有人偷喝爸爸的湯 也偷喝了媽媽的湯 我的湯是空的耶 空的空的 這個時候他們看到房間裡的搖椅 有人坐過爸爸的搖椅 也坐了媽媽的搖椅 我的搖椅壞了 這個時候他們又進到隔壁的房間 這個時候他們看 有人睡過爸爸的床耶 也睡過媽媽的床 我的床 有人在睡覺 小女孩這個時候睜開眼睛 看到山之熊 啊 小女孩沖沖茫茫的跳下床 跟他們沖沖茫茫的行過裡 便一溜煙的逃走了 喂 小女孩 熊爸爸的聲音被小女孩拋得遠遠的 我還想跟那個小女孩玩呢 爸爸也這麼想 我猜他一定還會再來的 下次他再來的時候 媽媽來烤核桃杯子蛋糕吧 世界上也有喜歡招待人的熊哦 就像這三隻小熊一樣 看來他們怎麼樣啊 很喜歡那個小女孩呢 這個時候小女孩呢 他在回家的路上 發現了好大的蘑菇 他想 我不能再攤完了 得趕快把蘑菇帶回去 給媽媽才行 三隻小熊 熊很好呢 我的熊熊也掉下來了 小女孩好像有點調皮 媽媽教他你做事 可以逐漸跑去玩嗎 不行哦 小朋友應該要認真完成任務才行 媽媽才會說你很棒 對不對 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囉 掰掰 我跟對方說明這個時候 可以寄回了 我的熊我們